与他人的价值观存在差异而有冲突 导致在说话的时候被大家当作异类 与家人之间有些敏感并且伴有冲突 可能会开始计划出国进修的事情 位于双子座的月亮与土星对分 带来伴侣关系的紧张 一个迫切的想要沟通分享 另一个则可能认为对方太过肤浅 拒绝多说话 而太阳自从进入魔节以后 几乎没有和其他任何的行星产生互动 这两天持续在海王星的六分项中 抱着一腔热血和满怀梦想 在追求着自我 金星和木星的紧密四分项 则在显示着在挖掘内在价值 处理危机和用慈悲的态度对待服务等等 方面体现出个人的一个深层魅力 同时也将会受到大家的尊重 这一天的黏态度对待服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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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